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秦始皇时期,有两件十分超前的发明 一件领先美国千年,另外一件至今都无法超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一件,秦弩 秦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对抗战场上迅猛的骑兵 传统的弓箭在面对高速移动的敌人时力不从心 命中率低,然而秦弩凭借其远距离,高精准度和强大的杀伤力 成为了击退骑兵的克星 在对抗匈奴侵略的战斗中,秦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秦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不仅如此,秦弩制作工艺精湛 在制造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独特设计 使它成为了无可替代的古代远程火器 秦弩的制作工艺和技术达到了当时的巅峰水平 它的射程直逼300米 射弹更是可以在150米的距离内准确杀伤敌人 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射程无疑让人感到震惊 据考古学家桓远 秦弩的中央部分是由长达140厘米的扁原型公干组成 为了增加结构强度和稳定性 丰富的布条被紧密缠绕在弓杆上 据说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手滑并提高射手的射击稳定性 而牢固固定在墙道上的70厘米长形弩木壁 能够进一步增强弓的结构稳定性 为了在战场上对敌人进行精确瞄准 秦弩采用了类似瞄准镜的瞄准装置 这一装置能够帮助射手迅速锁定目标 寸突不让 使得秦弩在远距离上毫不费力地 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 正是由于这个独特设计 秦弩成为了战场上无人可挡的神兵力气 在实际使用中 秦人经过训练 能够迅速装填秦弩 准确瞄准目标 并一瞬间缔造可怕的杀伤力 正是因为秦弩的强大威力和对战争结果的影响 他时至今日仍被视为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 他标志着古代中国武器制造技术的极大进步 是无法超越的古代远程武器 不仅打破了敌人力量与数量造成的壁垒 更彰显了中国人民悠久历史中精湛机械科学制智慧 毋庸置疑 秦弩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远程武器 他的设计独特 制造精湛 无与伦比的威力和准确性 使他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已被现代的火器所取代 但秦弩的启发和贡献 在历史中将被永远保留 要知道美国一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 才发明了弩机 而我们在秦朝的时候 就已经掌握了弓弩 秦弩的制造工艺和设计思想 即使放在现代也是相当现金的 他的许多设计理念 如远距离打击 精准瞄准 高效杀伤等 都与现代的武器极为相似 这也难怪有人称秦弩为超越时代的产物 即使今天科技高度发达 也难以完全超越秦弩的军事力量 然而 由于历史久远 我们难以完全复原秦弩的真实面貌 尽管在秦始皇兵马俑中发现了秦弩的遗迹 但缺乏详细的图纸 不能了解其全部细节 这也使得秦弩成为永远的谜团 吸引着后人不断探索和研究 秦弩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远程武器 它的优劣历来备受争议 一方面 历史记载中秦弩的强大威力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方面 现代实验结果似乎表明 秦弩的威力并不如想象中强大 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 秦弩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武器 汉代的弩就是沿袭秦弩而来 可见秦弩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然而 现代实验结果却对秦弩的威力提出了质疑 一篇名为 秦灵弩和铜促制造工艺的模拟实验研究的文章中提到 采用秦弩的制作方式制作的弩 张力仅为45公斤 这一数据让人们对秦弩的威力产生了怀疑 但是 我们需要注意到 实验中所使用的制作方式是单体木工 而秦弩的实际制作方式很可能是复合工币 复合工的机械效率远高于单体工 因此 实验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秦弩的真实威力 再说了 45公斤的张力并不意味着秦弩的威力弱小 根据张力单位换算 45公斤张力相当于100磅 而且弩的初始速度比公快 因此在相同磅数下 弩的威力更大 所以说 仅凭实验术拒就断定秦弩为弱弩 显然是不准确的 在实际应用中 秦弩的优劣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秦弩的制造工艺复杂 需要高度精细的管理和监管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秦弩的传承和发展 然而 这也正是秦弩独特之处 它的精确的尺寸和高质量的制造 使得秦弩在战场上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和杀伤力 所以说 秦弩的优劣不能简单地以强弱弱来评判 在历史记载中 秦弩无疑是强大的 而在现代实验中 虽然数据不仅如人意 但我们不能忽视实验方法的局限性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秦弩的优劣 既要认识到其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 也要理解 其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件 秦弦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青铜宝剑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那把被150公斤重的陶永压弯 却在陶永移开后瞬间弹直的宝剑 这一发现 揭示了秦朝冶炼技艺的非凡成就 也让人们对秦弦的神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秦弦 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著名兵器 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性能 闻名天下 它的神奇之处 不仅仅在于其锋利无比的剑人 更在于其出色的柔韧性和抗腐实性 这些特性使得秦弦在战场上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秦弦的柔韧性和抗弯曲性令人叹为观止 在秦始皇林兵马俑坑中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把被重达150公斤的陶永压弯的秦弦 令人惊讶的是 当陶永被移开后 这把弯曲的秦弦竟然瞬间恢复了原状 这一现象表明 秦弦的韧性极强 能够在受到外力压迫后迅速恢复原状 这种特性使得秦弦在战场上更具耐用性 即使受到外力冲击 也能迅速恢复 继续作战 事实上 这种类似于记忆的功能 即使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 也需要特殊的合金材料才能实现 不仅如此 秦弦的抗弯曲性也令人称奇 在兵马俑坑中出土的秦弦 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地下埋藏 但依然保持着锋利的状态 经过科学检测 秦弦的表面有一层10毫米厚的各研氧化物 这正是抗腐蚀性的关键所在 这种抗氧化层的形成 使得秦弦能够抵御地下水的侵蚀 保护健身不受腐蚀 而这种抗腐蚀技术 在当时无疑是领先的 甚至在现代 各研氧化处理 也是一项重要的表面处理技术 秦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 在于它的长度 相较于其他朝代的铜剑 秦弦的长度普遍超过80厘米 有的甚至达到了95厘米 这种长度的剑 使得秦弦在战斗中更具优势 因为长剑更容易穿透敌人的防护 对敌人造成致命伤害 然而 秦弦的长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在荆轲次秦王的故事中 秦始皇正是因为剑身过长 导致无法迅速拔出 从而险些丧命 这也说明 虽然秦弦在战斗中具有优势 但过长的剑身 也带来了使用上的不便 但是这些 也不能掩盖青铜剑的那些优点 进一步观察这些出土的秦弦 你会发现 它们不仅见身光滑明亮 纹理灵动 细腻精致 宛如制作出来的剑韧之初 更令人惊讶的是 剑身上呈现出八个侧面 每一个侧面毫无瑕疵 而这种保持剑身不生锈的方法 德国在1937年 才首次发现这种方法 美国则在1950年申请了专利 然而 这些国家从未想到 秦人却在2000年前 就已经利用各这种稀有金属 独家掌握了防止铁锈的记忆 关于秦剑上个的存在 究竟是工艺之作 还是单纯的意外 至今仍是一个谜 有一系列理论认为 秦朝人可能故意通过度个的方式 为秦剑增添珍贵的色彩和做工 类似的技法 在一些陶涌的袖口上 也可以找到 这些袖口是用紫色染料染色的 而其中个的含量较高 通过沾染袖口染料 然后在长期镜子下 附着在剑身上 形成各层 如此精细的工艺 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依然只是一种猜测 秦剑的存在 不仅是古代锻造记忆的惊人展现 更是我们对秦人智慧及技巧 所投以深深敬意的见证 在确定了以上秦剑发现的事实 和猜测的一致性后 我们对未来的考古发现 充满了期待 希望这能为我们揭示 更多的历史真相 不仅如此 秦朝还有许多其他的黑科技产品 同样令人过目难忘 例如轨道 迟道和秦直道等 这些曾出现在秦始皇时期的设施 极大的提高了运输效率 辅助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 巩固了秦朝的权威 秦朝虽然存在时间短暂 但是他们的科技和发明创造 却不容忽视 从举世文明的秦鲁和青铜剑 到完善的排水系统 这些发明都展示了 秦朝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以史为静 可以执心体 以人为静 可以名得诗 点赞评论订阅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